這個圖檔主要用來展示三角函數疊合的過程裡面一些細節 我們在這裡面呢 可以去研究 Sine跟Cosine兩個疊合之後的結果 那當然呢我們在這個x軸上面有一個地方可以移動 OK假設我們今天呢 把它移動到 0度的地方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有兩個箭頭 那麼一個呢就是 Cosine的這個量另外一個是Sine 好那當我們在移動的時候 這兩個箭頭會跟著移動 好比方說我們今天呢 移動到這個地方 那麼 我們的Sine的 部分跟Cosine的部分他們剛好呢 是一上一下而且量是一樣所以會互相抵消 所以這兩個量加起來呢就會變成是0那就會 留在x軸上面OK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樣來解說 三角函數疊合的過程那當然呢我們這個圖檔裡面呢 你也可以去改變我們的 A跟B這兩個係數的大小OK 所以 假設說我們可以把其中一個呢 改成是2好那另外一個呢比方說 我改成是 負1好了OK 那這時候呢 他們所疊合出來的樣子就不太一樣了 那麼他疊合的結果我們用紅色的這個部分來顯示OK 所以 老師可以利用這個 這樣的一個圖檔呢來解說 這種 疊合所產生的效應 這就是一個圖檔的感覺 我們用紅色的感覺 這在那邊 我大概是一個圖檔的感覺 這個圖檔的另一個圖檔 你比方說 最後一個圖檔的感覺 那我的確是會選擇 你可以選擇